嗨,大家好,现在准备陪先生去百合公司订做他上班的西服,也算是半个制服吧 先生最近公司以来呢,一直是在研究所工作,每天到单位都要换工作制服 当然呢,也有穿西服打领带的时候,不过呢,在一般通级的穿着方面都不用太讲究,我也乐得轻松 不过现在呢,工作性质变了,在公司总部,他的头头呢,都是公司最高层 有时呢,还有商务会客,不仅是外套,就连衬衫,用的手绢,这些都不能太随便 看来我的工作量会增加不少了,有句话叫凡事有利有弊,这话真不假,您说呢 百货公司五楼市面子专楼 这家品牌叫五大陆 他家的西服款式非常经典,做工也很讲究 我和先生都挺喜欢的 天气快要热起来了 店员为我们推荐了几款夏季专用面料 这款布料很轻薄,透气性也好,颜色也很稳重,脱俗,挺不错 选好布料开始量尺寸 店员再细心调节袖口的长动 店围和腰围不能过肥也不能过紧 裤肠只要遮住脚就行 您瞧,为顾客准备的签字笔也是有讲究的 在日本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顾客用笔签名 这道西装只要人民币四千六 大家说贵吗 现在去七楼喝杯咖啡 正好七楼有一处角落 摆放着奇奇厂家的促销产品 看上了这两张托盘 您看,表面光洁如镜 图案明快细腻,好漂亮 这张是九红色的 大雅,靓丽 用上它一定会让人爱不失手 两张都是125元 大家觉得划算吗 这张小盘子也蛮漂亮的 这两个咖啡杯我也喜欢 可惜家里没出饭 这个木质汤蛮挺独特的 去地下一楼买点好吃的会计 今天已经很晚了 没时间做饭了 买点先生和孩子们喜欢的中华点心会计 再买点生物片 瞧,生物片都在打折了 这还是半价呢 走之前做好的炖牛肉 哇哦,牛肉炖萝卜 很软很软的 好香 还有点昆布在里面 没有时间做 就做了一个牛肉炖萝卜 这是西洋芹菜 蘸着辣椒酱和色辣椒 这是白奶的西中的水片 孩子们喜欢吃大点心 然后是炒面 然后这还有个酱汤 这是台湾的饮料 这个是珍珠丸子 像莫米做的 这是什么 这个人自己做的 这个人自己做的 香料 你告诉出来的 搭买哪里 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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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也做了个什么 香料 哇 挺有创意的 我妈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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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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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